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跟著佳儀去運動的時間 今天替大家請到的是結尾仁智老師 嗨 大家好 新年快樂 好久不見了 對 你看佳儀穿章就知道了 現在是喜洋洋的農曆春節 那新年期間呢 每一年喔 結尾仁智老師都會替大家設計一套 跟生肖有關的體操 今年是什麼呢 今年是鼠年 已經20年了 又回到鼠年了 其實健康的身體就是新年最大的祝福 對 所以今天要為大家來設計的是鼠年如一操 而且很特別喔 簡醫師剛才有透露 就是把一些字啊 融入到動作裡頭 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招 好 第一招叫做呢 鼠來飛飽 快跑 衛生要好 我們都知道 鼠來飽其實鼠來飛飽 所以我們說快跑 衛生要好 衛生要好 我們馬上來試試看 好 第一個呢 叫做鼠來飛飽 飛的意思是一個飛的概念有沒有 上下 然後肩膀 手肘 手腕 這樣輕輕的飄飽 飛起來了 鼠來飛飽 然後快跑 其實快跑就是有氧運動 你可以跑一分鐘 可以跑三分鐘 對 小跑其實比大腹跨就好累 對 快跑 然後衛生就是洗手的概念 大家要記得多洗手 衛生要好 這是好 轉身一下 我覺得我的筋 我剛聽到我轉的時候要啪一聲 所以過年大家做久打麻將或是吃東西 趕快站起來跟著我們一起動一動 好 第二招 第二招叫做鼠膽飛小怕吵 安全要保 鼠膽在這裡鼠膽飛小怕吵 怕吵 就是怕吵 摸在旁邊這樣繞一繞怕吵 好 安全 這是一個安字 安全 安全 要保 要保 保也是一樣 轉一下身 要保 好 我覺得第二招蠻特別的 你看那個小安融入到動作裡頭 真的是蠻特別的 好 第三招 第三個是鼠體最巧 用腦 運動要腳 我們鼠體 就這樣繞一下 摸一摸 按摸一下 全身都摸透了以後 鼠體嘛 最巧 最巧 它是最巧 這個是一個深蹲 所以要平衡感要好 對 平衡感要好 用腦 用腦 其實老祖非常的聰明 要用腦 這是一個手腕的運動對不對 對 繞一繞 用腦 然後就是什麼 就是運動 我們是一個運動的概念 繞一繞以後呢 會 要腳 就是把身體這樣伸展開來 或希望它伸展開來 停一點 保持停吧 好 不錯耶 氣勢來了 好 下一招呢 第四招當然是 鼠年最好 挖寶 開運要早 所以鼠年跟各位拜年 鼠年最好 挖寶 挖寶 這個弓箭步 前後弓箭步 挖寶 這邊歪挖 還可以這邊挖 挖寶是一個弓箭步的概念 是練下盤的力量 挖寶 而且筋有點硬的時候 可以趁這個時候拉一下筋 對 然後開運 開運 這打開來嘛 開運 要早 重點是要早這個早字 早字 這是一個早字 也是一樣平衡感要好 然後維持穩定 對 其實要維持穩定 這核心要很穩耶 好 今年的鼠年如一操 希望大家跟著我們一起做一做 也帶來好運喔 在這裡也要跟大家拜個年 新年祝大家樂不實俗 有人說是數錢數到手抽筋 其實現在不用手抽筋 因為看到眼抽筋 因為都是看數目字的 祝大家新年行大運 好 跟人家一起去運動 我們下次見 拜拜